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苏丹红辣椒粉的这个风暴 那么现在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天一报 每天呢 似乎都爆出了新的下游厂商的这个店家 有受到波及 那么哪一家呢 是安全的下招 我们待会呢 带大家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 政府现在真的要开始有所作为了吗 好 卫福部的次长王必胜就说 承诺在一个月内来解决苏丹红的问题 好 那么必须要从源头阻绝做起 因为这一次呢 是进口了这个大陆的 这个苏丹红的问题嘛 那边境呢 会采百分之百逐批来查验 验出呢 就会禁止进口 那么来延长禁止进口的一个实现 才能够有效来扼阻违法的业者 好 这个呢 已经算是王必胜呢 这个首度呢 清上火线 为这一次苏丹红的风暴 来做出一个承诺 做出一个说明 那我们同时看到呢 现在有三位的这个监委 包括了田舅景 林国明 还有蔡崇义 好 现在呢 要来启动调查 因为事关到 这个我们的食安问题 那其实在前阵子 已经有三位的监委 也来启动调查了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可是 中央呢 好 这个行政院食安办主任 徐甫呢 他怎么说 3月8号的时候 他说呢 国际有将苏丹红跟咖啡 还有茶致癌风险呢 列为同等级 都属于这个第三级 没有确定会致癌 但是我们来看到哦 这个桃圆市副市长苏俊平 他就说 环境部呢 可查到 苏丹红早就被列为是第四类的毒性化学物质 这个呢 你把它跟咖啡 还有茶来作为类比 非常的不恰当 好 当然这个 榆林县长张立善也非常有意见哦 他说 把苏丹红拿来跟茶 还有咖啡 类比这种无厘头的说法 对于茶农 还有咖啡农来说呢 这真的是一大伤害 好啦 那台北市长蒋湾呢 也来狂酸 他说呢 我早上有喝咖啡 但没有吃到苏丹红啊 好 就是咖啡跟茶 你也许觉得喝多了 可能会 但是现在这个是苏丹红 这个辣椒粉 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立委 尤浩就说了 放毒师 称他会放毒师 许府 只有道歉 却不下台 台湾的食安 还有得救吗 明明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 就大喇喇的说 茶会致癌 这种语言的杀伤力 远比任何的毒物 都来得更毒 那这会让消费者的信心崩盘 茶农的生计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到时候又该谁来负责呢 好 因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南投 在包括种茶叶 还有种咖啡 他们种植面积呢 都是在全国第一第二的 那现在 食安办这样的说法 恐怕也会让他们跳脚了 好看到了 南投县政府就说 希望中央呢 未来要对外来说明的时候 可以更审慎 更谨慎一点 避免的让民众来造成误解 真的也会对于茶农 咖啡农来说 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么多的风暴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是安全的呢 比较可以信赖 或者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放心购买呢 好 这个这一家 可以说是安全下装 这是哪一个呢 是小模仿 应该呢 再包括超市啊 或者是这个连锁卖场 都有看到 他们有各种的一个这个调味料 那么业者就说 没有采购问题辣椒粉 他们说 我们就是做老实的傻人 三年来花费150多万 来自费哦 检验相关的产品 那网友看到就说 感谢你们这么有良心 好我们来看到 所以现在是下游的厂商 跟业者都要花这么多钱来自费吗 那如果说我们的政府 真的能够及早的把关 是不是没有这一切的这个食安风暴了呢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苏丹宏的问题 这个持续延烧 几乎每天都有爆出新的店家沦陷 包括台南老字号这个BB13香辣油 也是使用到了苏丹宏 而且呢卖到了全联超过一万七千多罐 其实一直到昨天的早上 在货架上面都还可以看得到 那在嘉义呢 卫生局就查出有一家鸡排店 用到了金站跟嘉广这两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这个胡椒盐 好总共70包已经吃掉了有58包 但是苏丹宏流传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好现在呢很多的业者呢 就要来提前做出相关的举措了 包括连锁的素食店顶呱呱 是自行来下架胡椒粉跟部分的商品 那么另外一家肯德基也已经跟进 不是有促销吗 这个要下架的 对不好意思 连锁大卖场殖民BB13香辣油 但店员说不卖了正在紧急下架 有的门市店员还是一头 雾水说没接过讯息状况外 这都是因为苏丹宏风暴越扩越大 台南市卫生局发现老字号BB13香辣油 使用到苏丹宏 卖到全联17000多罐 不分批次全数下架 还有嘉一市这间鸡排店 卫生局查扣一包包 含有苏丹宏的辣椒粉胡椒盐 业者从金站加广进口 胡椒盐60包辣粉10包 58包全用完恐怕超多人已经吃下肚 已经转售到其他的县市 所以我们也已经通知其他县市的 卫生局来协助下架回收 全台各县市都在忙着 稀查下游厂商和制造商 苏丹宏流窜全台 北中南全台沦陷 将近40家业者进货有毒原料 在制作成黑白胡椒粉 辣椒粉 咖喱香料各种粉 知名食品大厂从夏威仙到海底捞 八方云集等被波及 范围已经大到查也查不完 稀查似乎也遇到瓶颈了吗 知名连锁素食店顶呱呱 自主性胡椒粉部分商品占领供应 求自保 肯德基也跟进 街舞检验出苏丹宏原料 但为了更加保障消费者使用安心 我们也针对可能有疑虑之瓶项 也以自行送检中 苏丹宏食安风暴不少知名业者沦陷 小吃鸡排吃下肚 加上知名的BB13香腊油 最惨的还是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 不知道已经吃掉多少有毒的工业用燃机 记者 红关宋美城 王树红南部综合报道 好 我们刚刚看到聊天室里面 刚刚围棋就说 现在包括辣椒粉 胡椒粉 咖喱粉 可能都不能吃了 另外有看到谁说 1963 他说香辣鸡腿饱拜拜 好 可能早餐也不吃这个了 还有庆章就说 暂时鸡排就不加辣也不加胡椒了 好 可能大家现在对于说有辣的东西 都会比较敏感一点 那其实如果你之前真的不胜吃到有苏丹红的民众 那林口的长哥医院临床读物科主任严宗海医师 他建议可以多吃高纤维的蔬果 来加速代谢排出体外 同时他补充消费者可以来分散风险 在选购的时候不要只挑单一的品牌 同时要避免购买过于鲜艳或是价格过低的产品 好 我们看到石安办他们竟然是把苏丹红跟咖啡还有茶拿来比较 引发了众怒 那么立委李燕秀指出面对苏丹红事件的延烧 其实主管机关干化治国也不是头一遭了 好 包括在上个月24号的时候 事要署就说业者自主负责 财富和石安法精神 不要都靠政府来抽烟这样太慢了 可是他说这样的惊人之语现在看起来倒像是先知 他也质疑说执政党石安治理策略就是拿业者自主管理救援 那么借着咖啡还有茶来粉饰太平 这一般无关紧要的一个态度 试问国人怎么能够不恐慌呢 好 执政党的无视国际的标准 民众的健康风险 接连的开放农药残留的容许量 大开石安五环后门的一个作为 试问国人如何能够信赖石安 好 现在呢看到就是在讲说呢 把咖啡跟茶跟苏丹宏列为同一个等级 那十字评论员黄明就批评啊 一个是有毒的化学物质 一个是致癌物质 这根本呢就没有办法把这两样放在一起比较 他认为这种类比不仅很夸张 而且相当的没有水准 那石安办主任徐甫光是道歉 可能远远不够 必须下台负责 把咖啡跟茶跟苏丹宏对比哦 本身就是一个叫做LP比鸡腿啊 就两个根本不能比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一起 真正哦 而且他还拿了一个国际 就是什么WHO 什么旗下的什么国际癌症严重的 这个组织哦 去列的这个分类 我必须讲哦 能不会不会致癌 跟他有没有毒是两回事 你怎么可以把苏丹宏 一个根本不能放在食物里面的东西 跟咖啡跟茶这种所谓我们日常的饮品 尤其咖啡茶在台湾 每年的这个销售量 而销售额非常高啊 你怎么可以拿这两个来对 它是名列在这个 有一个叫做第四类 毒性化学物质里面的 已经被环境部列在里面 叫做毒性化学物质了 结果我们的石安办居然还敢 把它跟咖啡跟茶来并列 这真的是非常夸张 真的很没品 它就是一个工业染料 不能加在食品里面的东西 你结果现在把它跟食品对比 你到底存何居心 石安办这个主任 我讲道歉是不够的哦 赶快下台吧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